都在嚎叫,不清楚的人肯定以为是屠宰场搬到写字楼里来了,新鲜,因为这家公司是外资的,所以那些养鬼子们比我更痛苦,我这人比较善于安慰自己,我一旦看到比我痛苦的人我就挺乐的,什么都能承受。 晚饭的时候,我接到了火柴的电话,叫我晚上去和他一姐们开着歌厅,我一听就哆嗦,哎呀,我怕又遇到上次那种敦位的大叔管我叫姐姐,这大过年的多刺激人呢,我还是歇了不我,于是我告诉火柴,说我不去。 火柴问我有没有别的安排,我说还没呢,我想说,要不去海边看热车吧。 我刚表达了一下我的意思,火柴咚咚一下就把电话挂了,他肯定以为我疯了。 哎呀,下班的时候,已经晚上七点多了。 我刚收拾好东西准备出发,看见陆旭站在我工作坚的面前,他问我,你想去哪儿啊? 嗯,我知道了,我打算去看日出,海边吹一吹新年的风。 我说完了之后,做了一个防雨的姿势,我怕它和火柴有一样的反应,而且它比火柴激烈。 主要啊,它是一动手的主,结果,陆旭低下头,对牢了我的眼睛,想了想,说。 好吧,我也去,先去吃饭吧。 晚上,陆旭请我去日本料理,说实话,我对日本菜有点扛不住,我就对那个豆腐比较感兴趣,吃上去跟果豆似的,日本豆腐吗? 我说,我的吃相不大哑观,不过陆旭挺有风度和气质的,我看着她吃饭,都觉得那是一种享受,跟看表演一样。 于是我问她,我说,陆旭,从北京到上海,你习惯吗? 陆旭吃饭,我有点后悔,其实,我一直怕面对我和她之间的关系,我像个鸵鸟一样,一直把脑袋埋在土里。 心里想,爱谁谁,反正我装不知道。 豆腐喝了口清酒,看着那个酒杯,对我说。 林兰,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来上海吗? 我一听就哆嗦,心里想,完了,这下撞枪口上了。 我埋头吃着豆腐,没敢接她的话,陆旭说。 其实,我就觉得你像个孩子,永远不知道怎么让自己幸福,别看你平时一副小坦克的模样。 其实,我知道,你内心一直挺怕的,你很用力的生活,用力的抓住你的朋友,父母,爱人,你才觉得自己并不孤独。 我觉得,你一个人到上海,肯定得哭,所以我就来了,做不成你男朋友,站在旁边也蛮好。 我猛点头,跟小学师听老师念课文时,一个表情,我说, 是呀,不做男朋友多好呀,我真希望你是我亲哥。 我说完之后,看了看陆旭,我看到他对我笑,笑容挺好看的,可是,眼睛里全是飘洋过海的忧伤,很深沉。 好像,我在峨眉金顶,看过的那些散也散不开的雾,我看着,心里觉得挺难受的。 吃完饭出来的时候,已经九点多了,上海晚上很冷,但是,我从小就北京长大的,在北京零下十几度的天气里,我依然在雪地里撒鸭子飞奔,何况上海。 我和陆旭,装着墙围巾,长长的围巾,站在路边上,车子一辆一辆地呼啸着从我们身边过去。 当一辆铜花开过来的时候,我撞了撞陆旭的胳膊,我说, 呢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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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莲花儿,你最喜欢的车。 陆旭点点头,他说,我以后,也买一辆莲花,最好的跑车,我载着你,可上海,可北京的都玩的,然后你说,你想去哪儿,我就载你去。 他说话的时候,口中,一大团一大团的白气,弥漫在空气里,他哈哈大笑的时候,正是如此,我看他,笑得挺豪迈的。 也没考虑可行性,我不是说的买不起莲花车子,毕竟莲花不是劳斯莱斯,我是觉得,他肯定把我当一旅行箱了,想带哪儿就带哪儿,我怎么琢磨,我是个人来着。 不过,我看着陆旭的笑容,觉得挺幸福的,哼,想我哥。 我就记得,自己曾经无数次的跟我妈讲,我说, 妈,你不是老太太,你最后我爸努把力,你帮我生个哥吧。 我记得我说的时候,我妈看电视,她特狠心,直接拿摇空气把我给砸了,结果啪的一声,摇空气爆掉了,电池就弹出来了。 当时我惊呆了,我妈也吓傻了。 我妈愣了一下,然后说了一句,让我想大义灭亲的话。 她说,哎呀,这孩子什么脑袋呀,快把电池捡起来,装上,我看坏了没。 我当时真要掐的,这什么老太太呀,起码关心一下你女儿的头。 二十多年了,二十年前,您老肚子里溜达出来的,可不是遥控器呀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梦里花落吃多少? 郭庆明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下雪了,当我发现的时候,雪已经很大了。 我突然想起白猫女儿,那个时候,她脑子里就是北风那个吹啊,雪花那个飘啊,叫寨的来了。 感言,中国已经变得这么繁华,我走在上海的夜空下,不由得有点感慨。 这一点,我像我爸,他就老感叹中国发展速度。 我记得我爸说过的最有意思的一句话就是,他吃饭的时候,看着一桌的飞琴走瘦的时候说的。 他说,我怎么觉得中国像个爆发祸啊? 我和陆续顶着大雪面无表情地走在路上,身边的那些情侣和不是情侣的人在怪叫,我开始还有点懵,后来明白过来了。 这是在南方啊,下雪跟地震似的一样稀罕,不过在平安夜下雪,的确挺有气氛的。 我看着黑色夜幕上的雪花,心里也觉得快活。 我和陆续坐在人民广场的天拳旁边,就听到我旁边一女的在感叹,跟念诗似的,掉在他男朋友的脖子上,跟个沸沸似的晃来晃去。 一边口里跟机关枪似的念念有词,他说,哎呀,雪呀,下雪了,这真的下雪了吗?这下的是真雪吗?这雪是真的吗? 我的耳缺氧,您真该去当一作家,我谢了吧我。 我和陆续坐在喷泉边上,彼此都没说话,喷泉还没开始喷水。 有很多穿着时尚的小孩子在里面跳舞,周围的高楼全都开着明亮的灯。 以前总是有人形容上海是个光怪陆离的城市,看来啊,还蛮有道理的。 我就觉得自己像是生活在一个高速奔跑的火车里,满眼的色泽,脑耳的呼啸。 我突然想起林一连唱的《我坐在这里》。 看时间流过,我碰碰陆续。 我说,哎,说点什么吧? 陆续长头来忘我。 你想我说什么? 我捧着手喝气? 随便,你别跟那女的一样啊,弄排比阵出来你就成。 陆续哈哈大笑,牙齿蛮好看的。 我发现,一般男孩子的牙齿都比较好看,比如顾小北,比如白松。 估计男孩子小时候没我们那么爱吃糖。 他望着我说,你不是要去看日出吗?去不去啊? 我挥挥手,我说。 哎呀,我也就随便说说。 这么晚了,哎,打辆车给我看看。 这不是去徐家会,这是去海边。 哼,哪个自己敢去啊? 谁不怕命,谁有命去没命回来啊? 你脸金像嘛,不是汉奸就是土匪,谁敢在你啊? 接他撒打,试试,有人敢去,我管你叫大爷。 陆续问。 嗯,哎,你认识的人谁有车啊? 接着开开总可以吧? 你那有什么陈伯伯呢? 我一听他说陈伯伯,我就脚载。 我现在是求神拜佛,巴不得他和陈伯伯从此不再遇见。 问陈伯伯借车让咱俩去海边? 得了吧你,别添乱了,我还想请多活几年呢。 说完之后,我突然想起火柴,他那辆小跑可以借我开的呀。 我一有这想法就比较兴奋,拿起电话就打,电话响了,很多很多声才接下来。 我从电话里听了一帮子人乌烟瘴气的声音,我握手机,手都有点麻。 我问火柴,哪儿呢? 地盘丝洞里呢,小妖精多着呢。 我一听这修辞,哼,倒挺新鲜的。 我说,我要借车去海边玩,火柴在那边挺尽量。 他说,妹妹,不带你那么玩了吧,去海边? 你以为上海的海边下来一样? 你以为可以看到海上声明月牵牙共刺石啊? 你以为,哎呀,得得得得得得。 我赶紧打出火柴的话。 他一聘起来没完没了,还净书面语。 头疼,你说借是不借呀。 火柴没打我,我听到那边的动静,像是在跟周围的人说些什么。 过了一会儿,火柴说, 这样吧,我也跟你去,我们这帮人没借,还不是和你跳海呢? 你等会儿啊,我研究一下路线,等会儿我过去接你们。 说完,就把电话挂了。 我想纠正它是,我想纠正它,我是去看海,不是去跳海,没得着机会。 要跳海,我也得穿个小泳泳衣去吧。 挂了电话,我对陆续说,搞定了。 陆续嗡的一声,点了点头,挺平静的。 火柴开车过来接我们的时候,已经十点多了。 他看见陆续和我一起,眼神就在我上三路下三路来回打亮,表情真下流。 人干一行久了,就得得职业病,这真理。 车,朝浦东开过去,我问火柴。 姐妹,你认识路吗? 别把一车人拉什么荒郊野岭上啊,被土著杀了再。 火柴回过头来,特别是那目光看着我。 哼,人都说胸大无脑。 哎,你胸也不大呀,智商怎么那么低啊,这上海有土著吗? 这一句话噎得我,跟吃了扎煮鸡蛋没烙着水喝一样,堵死我了。 我回过头看陆续,他一张点有点红,肯定在顺着火柴的话联想,一样下流。 车,一路开过去,高楼大厦越来越少,我看到越来越多起伏的黑色的小山丘,我,我心里有点慌。 我说火柴,哎,你别开做地儿了啊,你把地图给我翻翻,确定一下大方向也行啊。 没问题,有我在要什么地图啊,我做一活地图。 哎呦,我心里就嘀咕了,天哪,你还活地图,我是宁愿相信你是活雷锋,都不愿意相信你是活地图。 以前在学校的时候,火柴连教室都跑错,经常一猛的扎进一教室坐下来,在别人的座位上鼓动半天, 默脸还瞅旁边的人说,哎,你压作作地儿了吧。 车终于开到了不能前进的地方了,道路前面是乱石临寻,周围都是一些平房,有着一些昏黄的灯光。 周围人都不能看见一个,我感觉有点像料斋。 不过,耳边还是传来一阵阵海浪的声音,从这一点来说,这大方向应该是对了,火柴挺得意的,靠在他的宝马小跑上,趁我飞了一抛眼。 哼,说了一句,活地图,真是活地图。 我感觉,我感觉,跟在拍那个啥啥啥就好的广告似的。 陆续倒是挺乐的,他说,火柴,哎,你可以拍广告了啊,人又漂亮又会摆pose,不像某人只能坐幕后,你天生劲抬钱的料。 我听了,有点凶嫩,陆续总是这么说话挤对我,但你只能自个儿在心里琢磨,还不好发作。 你说一发作,他准得说,哎,自个儿对号入座的啊,跟我没关系啊。 火柴厅挺来劲的,他说,真的,那我可试试了,以后做生意更牛了,加个头衔,广告明星,那来钱还不跟自来水去呢? 得了吧,你俩啊,改天畅想未来行不行,你们先把海边给我找着了。 我刚说完,看见远处路灯下,走了一老太太,挺高兴的,终于见人了,于是我窜上去,哎,扬起我纯真的小脸,我就喊了一声,阿姨,老太太本来走得挺缓慢,一听我叫声阿姨,仿佛恢复青春一般,撒压子就跑。 我眼前一花,没人了,哎,我真怀疑,他是搞田径的,穷斯,我有点茫然,火柴特牛的纠正我,他说,哎,这你就不对了啊,这年头,你要叫姐姐。 刚说完,又来一老头,火柴是自告奋勇的上前去。 我刚看到他花枝烂颤的走过去,特清脆的叫一声,哥哥,那男的也发鸭子跑了,我心里特舒坦,就你牛,这下玩线了吧,该。 陆续走过来说,算了吧,咱自己搞,世上本没有路,走的人多了也便有了路。 陆续说说,不愧是大师啊,当我站在海边,看到黑色的海浪汹涌而来。 拱拱而去,我在风里,一瞬间觉得伤感。 其实,我一直都不是太喜欢那种小资情调的,我觉得矫情。 我喜欢看着人们在阳光下真诚的笑脸,听到人们在被窝里哇哇的哭声。 我喜欢在网上流来流去的摊笑话,发水帖,杂板砖。 我不喜欢那些宝贝们书里写的什么星巴克咖啡,新天地外滩,还有所有或地老天荒或烟火摇曳的爱情。 我喜欢真实,我觉得每个人的感情都很真实。 可是,还是有太多傻子要沉浸在别人虚构的故事里,假惺惺的流着眼泪说,哎呀,我胃疼。 胃疼?胃疼你买四大书啊? 在这儿装什么你妹妹? 我也曾经看书,看电影哭过,可是那都是触景生情,在别人的轨迹里,看到自己曾经那么认真,那么虔诚,可是却无比的悲凉的足迹。 想到自己一路是这么千山万水的跋涉过来,我就想哭。 我记得,以前王菲出预言专辑的时候,我就特喜欢听的那首《新房客》,每次我听见她,梦依一样唱出,我看过一场海啸,没看过你的微笑,那会儿,我就特难过。 那时候,我还和顾小北在一起,我想她表达我听这首歌时的惆怅,那时候,我还比较矫情,远没有现在这么洒脱,这么现实,这么庸俗,我满脑子还是风花雪月的事情呢,所以,我挺爱中生感的,可是顾小北总是纵容我。 我曾经怀疑,她是铁了心把我的脾气往坏里,死命地灌,好让以后,没难的可以忍受我,那么,她就把我吃定了。 那个时候,顾小北说,没关系,你天天笑给我看,其实,我笑起来蛮好看的,我牙齿比你好。 我知道,她不经常笑的,她不和我在一起的时候,对谁都是一副平静的脸,所以,我看到她露出牙齿,对我笑,我就觉得,特窝心。 火柴站在我旁边,也没说话,我就看到风,把她的头发吹得跟群魔乱舞似的,她突然问我, 丁岚,啥感觉,啊? 我想了想,挺认真地说,忧愁。 我想起以前中学的时候,看过一篇文章,就是,讲人站在海边的时候,特别容易感怀,容易想起以前的事情。 我想起自己的高中,自己的大一大二,那个时候,自己真的是一个最不知足的女的,呼风唤雨的,还整天闹忧愁。 我问火柴,我说,你觉得,我现在庸俗吗? 火柴叹了口气,我在她叹气的一瞬间,突然间觉得,火柴变了一个人。 以前啊,我一直觉得她没心没肺的,生活在纸醉金迷的世界里,穿行在各种不同的妖精洞穴,嬉皮笑脸地看着男人们下流的欲望。 可是,这一瞬间,我觉得,火柴,也挺忧愁。 是的,忧愁。 唉,每个人都会变得世俗,这没法子改变。 那些不愿意接受社会改造重新做人的所谓的理想小青年们,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苏州河边参固的那些所谓的艺术家呢。 看着就挺牛吧,一开口就跟你们谈弗洛因德,问你们是不是想杀了你爸娶你妈,杀了你妈嫁你爸的那些小傻瓜。 其实啊,还不是一些被蹂躏的也不能反抗。 唉,我接待过无数这样的小青年。 家们找小姐,装特情告,跟你谈了一响谈人生,谈油画,谈那些裸体的女人,一点都勾不起他们的想法。 其实啊,他们就因为没钱。 我一小姐们,嗯,结果一小笨青,搞形为艺术的。 唉,你说,之后他们说什么? 没了,我姐们都听不下去。 她说,没病吧,上什么课,啊? 给钱了,我好走。 那小青年说,咱们就没感情吗? 我,你就不欣赏我吗? 你还问我要钱,这多没劲呢? 然后又开始讲,哼,我姐们就走了。 没要的钱,走了的时候就跟她说一句话。 你终于知道自己是这个社会上最可怜的人了,啊? 说多好啊,说的我当时,听了心里都想哭。 火柴才能自言自语的。 我侧过头去,黑夜中,我看不清火柴的脸。 我从来没有听过火柴这么严肃的讲话。 所以,一瞬间,我也懵了。 那天晚上,我们仨就一直坐在海边的礁石上,聊着漫无边际的闲话,吹着翻山过海的牛。 我本来想象,海边应该有柔软的白沙,有飞鸟,有仓皇的黑色云朵,有月光下淋漓的海面。 可是,这儿,只有黑色的礁石,黑色的天空,黑色的大海,像一个最深沉,最诡异的梦魇。 我累了,就开始就靠在陆续肩膀上睡,陆续把她衣服脱下来,呸在我的身上。 我睡醒了,就继续和她们聊天,累了又睡。 到后来,我都分不清,自己什么时候醒着,什么时候是梦里。 我记得,那天我有幻觉,觉得,天色在黑空上,一直有飞花落下来。 粉红的,粉白的,无边无际。 梦中,陆续似乎一直在我旁边说话。 我很努力地想听清楚,可是却总是听不明白,所以我一直摇头,摇头。 后来,我恍惚地看到陆续一张脸,特别忧伤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从海边回来,我就觉得头特别疼,比上次撞微微车峰挡玻璃的都疼,更要厉害的似的。 我估计,我海风吹多了,感冒。 我摸了一下自己的头,也不知道烫不烫,觉得手跟脑袋一个温度,估计问题不大。 早上,陆续敬我的门,他说,哎,带不起来就迟到了啊,扣你钱。 我有气无力地说,我病了,不过,我还是回去上班的啊。 陆续在外面听到我生病,语气变得比较温柔。 你没事吧? 没什么,就是有点头疼,你先去吧,我等一下马上就来啊。 也许,说我说话的口气太轻松了,陆续真以为我没什么,我听到他咚咚咚地下楼去了。 我挣扎着,随便收拾了一下就出了门。 我穿得特别厚,弄了两件保暖衣,外面还穿了件羊毛衫,最外面我还套了一件特臃肿的羽绒服,我琢磨着去南极都成了。 这小上海肯定没问题。 我走在街上,觉得太阳很猛,有点像夏天,我全身都在冒汗,我觉得头顶似乎有白气向上冲,感觉我有点像一个特大号的行动电水壶,呼呼地冒着热气在大街上横冲直撞。 我记得我妈小时候,每次我发烧的时候,就用两床特厚什么棉被,把我裹起来。 跟个粽子似的,她和我说出一身汗就好了,所以我现在挺注定的。 不过,周围的人的眼光看我都很奇怪,特别是那些穿小短裙子的小姑娘,估计没见过电水壶跟大街在大街上溜达。 我突然想起,以前看杂志,看到他们写各个城市的人的穿着,说在广州人芹鱼煲汤,懒得打扮,拖沓宽大,累赘的日韩服装,在那是特有市场,因为丑得完全不用费脑子。 上海女孩却在零下三度穿裙子的勇气,而且不穿袜子,牺牲自己取悦他人,可口可气呢。 我到公司的时候,刚好没迟到,所以我带着一种很了不起的目光,去和陆续打招呼,说,早上好。 陆续什么也没说,对我竖了一下大拇指,然后就进办公室了。 我泡了杯咖啡,开始看今天的文件,不过头还是疼,还是觉得全身跟冒热气,像洗丧拿一样。 中途,我去拿文件给陆续的时候,就觉得天旋地拽,脚跟踩在棉花上使不上劲儿似的。 我刚走到陆续办公室前面,就觉得眼前一黑,陆续那张脸,在我面前晃了一下就没了。 我一歪,人就栽了下去,头重重地撞在了办公室的边缘上。 天哪,办公室那桌子可是大理石的呀。 我一撞,被撞清醒了,脑袋那个包让我想哭,陆续有点慌,起来撞开椅子过来扶我。 他摸了摸我的额头,手一碰就缩回去了,还长了一句特没人性的话。 他说,哎,你脑袋怎么跟热水袋似的,忒热了吧? 我这才明白,自己在发烧。 哎,不行,哎,我送你回去。 不行,这怎么行呢?工作那么多。 装什么你装啊,再工作你就到泥布里去了。 这个不行,不工作没钱吃饭。 省什么你啊,你会没钱,再说我又不扣你工资,让你带心养病行不行? 哼,我一听,心里舒坦了,我就是要达到这个目的。 我虽然生着病,但头脑还是够的啊。 我妈说,我从小没大智慧,小聪明特多。 我走出办公室的时候,突然想起,今天好像要接到一个从北京来的一个什么平面模特儿。 这模特儿是要为我拍一套平面广告的。 怎么能让人家以后找不到人吧? 我把这事跟陆续说了,陆续说,甭糟心了啊,你的事情我帮你接。 我就躺在床上,嘴里叼着体温计,眼睛盯着天花板,感觉自己特傻。 陆续把我从医院领回来之后,给我倒好了水,在我旁边,床的周围放了一些水果,然后特温柔地摸了摸我的额头,之后上班去了。 唉,上了班的人始终不一样。 我回想起以前,自己在学校生病的时候,顾小北总是寸步不离地守着我。 人家说,酒病床前无孝子,可是,酒病床前情人多呀。 以前,我总是想着什么时候感情淡薄了,我就闹场病,横了身子,把自己胳膊床上一扔,跟小北每天大眼瞪小眼,柔情蜜意。 可是,一晃神,我就自己搁呆在上海的一栋小别墅里,将我孤村徒子挨了,真是点呗。 我在家,一直昏睡,也不敢打电话告诉我妈生病的事儿,不然,我妈肯定自己上海来收拾我。 本来她就退休在家特悠闲,而且一直想管我,她巴不得永远都在那个,在隔着窝下面长不大的疯压的呢。 闯了天大的祸,她都能冲鱼替我扛了,然后回家再跟我掐。 其实,有时候,我特崇拜我妈,她才是一真正的坦克。 不知道,我睡到了什么时候,反正,醒来的时候,窗户外面都已经黑了,我挣扎着起来。 哎呀,发现头还是晕,还是走不稳。 我坐在楼梯上,硬是不敢往下走。 我琢磨着,这一不留神,肯定得栽下去。 要真栽了,那就指不定能不能捞起了一副全尸了。 于是我坐在楼梯最上面一级,坐在那儿,等陆续回来。 不知什么时候,下起雨了,所以陆续回来的时候, 我看到她,全身都湿了,头发一缘一缘的,巴达巴达往下滴水。 我从楼梯上伸出手指着她,我说,别动。 她刚想迈步,停了下来望着我,挺迷茫的。 别近了,把屋都是水。 陆续又跟跑响的柿子似的冲我吼。 你什么女的啊,我冒雨出去给你买赤的啊,你还嫌我弄脏屋子。 弄湿了,弄湿了也不用你拖地。 我摊了摊手。 你自己没打伞的习惯,哼,这也不怪我。 陆续这人,和我一样。 下雨,下再大的雨也不打伞。 她抬头忘了忘我,一副不和我计较的表情。 她说,帮我买了瘦肉粥,帮我熬粥。 然后,我就听到她在厨房里,叮叮当当的。 陆续弄了一会儿,就走上来,在我旁边坐下来。 我闻到她头发上,一股雨水的味道,很清新。 我一直都不讨厌下雨,我觉得雨后的世界特别的干净。 我撞着她,嗯,要不,你先去洗澡吧,别像我一样感冒了。 她斜眼看我,笑得挺奸诈。 哼,看不出,你还挺关心我的啊。 哼,得了吧你。 我就是怕,怕你,怕你病了,没人照顾我。 我讲好听点啊,阴险的用心,都是用美好的事物来包裹的,明白我啊。 陆续又摆出那副不和我计较的表情。 唉,你这人啊,无论什么情况下,都装挺牛。 哼,我也很得意,把双手插在胸前, 有点国家领导的气质。 我说,唉,你不得不承认, 我绝大部分的时候,的确挺牛的啊。 陆续听了,只是笑,不说话。 看不见。 每晚两pect都下方的大一家心因此以资格影响んで ½435一般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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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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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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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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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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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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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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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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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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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文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 我说 中文字幕志愿者 多大 的确上 一十八岁 特特特特演手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,如果你现在叫我站在顾小北和姚珊珊面前,说我很幸福,我肯定说不出口,说出来了,也得马上抽自己俩大嘴吧。 我突然间发现,我在文庆面前,其实和姚珊珊在我面前差不多,一路货色,我以前把自己看得特清高,总是与姚珊珊这种只有美貌的人画得特别清楚,比当初跟地妇反坏佑画得都清楚。 可是自己想想,我也是那种应该拖出去毕了的主。 可是,我马上就明白了,为什么文庆可以这么笑容满面地说出我很幸福这几个字,因为他拉过他旁边的那个男的,鸵鸟依人地说,这是我男朋友,武长城。 我当时的感觉,我当时的感觉就是飞上天,飞机砸到这个机场里面了,这也忒震撼了点了吧。 这,刚才,那男的是谁? 立马文庆就告诉我这是他男朋友,武长城。 这,这不是姚珊珊的表哥吗? 我终于躺在了自己家的沙发上,这种感觉让我觉得超级窝心。 我从来没有发现自己的家居然这么舒适,跟这儿也住了二十来年了,以前就老抱怨这儿不好那儿不好的,离开大半年之后再回来,总觉得跟住一套总统套房似的。 我爸爸满面春风地迎接我之后,就火速地去买菜去了,他说一定要亲自为我下厨,做点菜,看望我。 这倒真是难得,以前我家是基本不在家开伙的那种,家里又想找出醋来,那都找老半天。 特别是我高中那会儿,从一个饭角奔赴另一个饭角,就是我每天的生活的重点。 到了大学,也不是小屁孩了,就没有经常跟着父母混饭吃了,所以我听到我老爸要做饭,我觉得特惊讶。 我爸刚一出门,我妈就坐过来了,要我汇报思想情况,我说,哎呀,您能不能让我先歇我口口水啊,你在沙发上横会儿长布。 我妈,我妈翘着二郎腿,坐得挺端庄的,顶头昂凶的说,不成。 我也跟着装着尸体,不理她,我妈倒横比我深,一掐就把我掐得是腾宫而起,我赶紧求饶,说,哎呀,汇报汇报。 于是,我就跟她讲我在上海的生活,讲我一好姐妹特照顾我,我当时没讲火柴的不光荣职业,不然我妈估计得吐白沫子。 我还讲上海的酒吧,真是好啊,讲我在新天地认识的那些广告业的老万,一个比一个大爷,讲上海物价贵,讲一个乞丐用的手机都比我好。 前台词是,妈,你该给我换手机了。 我讲了一大堆,觉得口渴,停下来捞口水喝。 我本来以为,我妈特定,肯定是特仁慈的,用母爱的那一种光环,抚摸着我的头发说, 林兰啊,你看你在外边,又没人照顾你,都瘦了。 结果,我妈站起来对我大意里难的说,林兰,你就没遗传到我一丁点的优秀品质。 你说当年你妈妈我,下乡的时候多艰苦朴素,哪像你在上海,整天就知道消费,竟买那些好看又不实用的东西。 你说说,党和人民怎么养活你的? 我心里就嘀咕,你二十多年把我养成这副模样,弄了个一个失败的产品出来,这倒好,全推给党和人民了,说他们养的。 你也不怕党和人民心里听了添堵。 我妈摆了我一眼,说,你那嘀咕什么呢啊,又听不进去了是不是? 我是你妈,我所以才说你,你看,我怎么去满大街溜达去说别人的闺女呢啊,你看我怎么不去说那些露杜西尔的那些小妖精呢啊,这是因为我是你妈。 那是啊,我这不也没说什么吗?要是别人这么说我,我肯定抽她。 估计我妈被我绕得没听明白,继续训我,我也是嘴一嘟囔,就把跟火柴文静讲话的那个德行说出来了。 还好,我妈脑子是台计算器。 我妈接着跟我那一苦思甜,她说,那天我看人家希望工程那些小孩,你看看人家,那么短的意思。 一切铅铅铅头,手握着呀,都抖啊抖的,可是人家呀,还是坚持学习知识,努力上进。 你看,你就一点都不敢动啊。 我敢动,你就一点都不觉得那些小孩比你高胜啊。 觉得,你就一点都不想留下悔恨悔改的泪水。 我,我,我哭得就差点没抽回去嘛。 哎呀,你说说,党和人民怎么养你这个孩子呀。 得,又让回去了。 我就在想,我妈什么时候变得跟火柴似的爱用书面语了,以前怎么就没发现来着呢? 正说着,我爸回来了,我算是解放了。 我从小就跟我爸亲,觉得,我爸特跟得上时代,其实,我妈也挺跟得上时代的,上美容院,哎,上得比我都钱,清澈熟路的。 我又朝沙发上一躺,宠我妈一挥手,说,去,帮我妈做饭去。 我妈这会儿坐下来看电视,拿一张老年报,带着一老花镜在那儿去做学问。 我从眼镜的上方能看见她的样子,样子很滑稽。 她说,没看我这忙呢? 你去。 我也来劲了,我就爱和我妈叫碗。 我说,您什么时候这么好吃懒做了啊,妈? 以前看您挺勤快的呀。 想想,您也苦出身,也曾经因为挑一筐砖头挑不起来,而流过悔恨的泪水。 当时,你肯定在想,这下好了,挑不过去没饭吃,党和人民怎么养出您这一老太太呀? 好久没挑砖了吧? 我好吃懒做。 我好吃懒做,能把你养这么肥? 哎,对了,你怎么这么胖啊? 哎,老太太您呢? 这么好意思,党和人民把我养这么胖的? 你忘记小时候谁为你奶来着? 那我,没词了吧啊? 年轻人跟我老太太叫板,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,还欠点火候您。 这话可得这么说啊,咱俩啊,谁管谁叫妈,你有管我叫妈,我也为你奶。 我躺在浴缸里,跟文静打电话,大半年没躺自家的浴缸了,躺起来挺亲切的。 想想,当年刚上大学的时候,每个星期在学校里最怀念我家的就是这口肛。 想得我都流口水,我都不怎么想念我妈。 说起来,正该雷劈的。 其实,从飞机场回来的路上,我就想和文静好好谈谈啊。 怎么一转眼,姚山那个民工的表哥成了他男朋友了? 这事也忒离奇了点吧,怎么听着跟聊斋似的呢? 不过,一路上那么多人,陆续又在我旁边,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问。 就算文静和我是姐妹,怎么问都不会把她给问郁闷了。 可是,毕竟还有在座的长城在旁边呢。 你说姚山山这表兄妹俩,一碉堡,一长城,要多牢卡有多牢卡。 电话接通了,是文静的爸爸,我问候了一下,表达了一下分开半年的思念,并取下了宏伟的愿望,说过几天去看望了两位老人家。 然后呢,电话就被文静接起来了。 你干嘛呢? 水里泡着呢? 哟,这丫头和我一德行。 我说,我也是,哎,窝水里,比窝被窝里舒服多了哈。 找我什么事啊? 有正事您先说啊,说完我好跟您贫。 我想我想,挺严肃的说。 文静,你和那姚长城,到底怎么回事啊? 我有点晕呢? 什么姚长城? 人家叫武长城啊。 谁和那碉堡溜着一样恶毒的血液啊? 他只是他一远房的表哥,没什么直接血缘关系。 你放心,这人比姚珊珊善良多了去了,你都不知道他有多善良。 我调整了一下姿势,找了一个最舒服的姿势躺下。 我知道,我肯定要听一个特漫长,特浪漫的故事。 文静还没怎么被这个社会践踏过呢? 肯定他的爱情,要多水晶花园的,有多,要多水晶花园,就有多水晶花园。 文静接着说,刚开始的时候,我在我爸公司见着他,我涮过他一回。 哎,有次啊,我看到我爸的工作日程上,是下午五点要去开会,于是我就四点左右去找古长城了。 我说,嗯,我要去一地儿,让他送我去。 我说就在附近,一会儿就到,他拍着胸口说没问题。 他在车上还跟我说,上次的事不好意思。 他说,他妹妹跟他介绍了两个喝酒特厉害的姑娘,说要来比比,他天生又爱和人家喝酒。 于是就过来了,还亮着一对眼睛夸我喝酒真厉害。 我心想,你大爷的,我是豁出去了一醉的,当然厉害。 哎,你倒没事啊,厕所里吐的昏天黑地的可是我啊。 我就指挥他,怎么荒烟怎么开。 后来啊,开了一个好像农村的地儿,周围的房子要多爱有多爱。 哎,我看看表,差不多他赶不回去了,我就说,好了,你放我下来吧。 他看了看周围说,你来这儿干嘛呀,一姑娘家,多危险啊。 我笑脸如花的告诉他,没事,我一朋友出这儿,搞艺术的,在这儿风采着呢。 我当时心里就想,哼,你的今天回去啊,不迟到,我就用脑袋当脚丫子满大街溜达着给你看。 我爸,本来想,等他走了,我打辆车回去,可是等他走之后,我才发现,这地儿连计程车都找不着。 哎,见了鬼了,于是,我就给威威打电话,让他开车来接我。 结果,他问我在哪儿的时候,哼,我才真晕菜,我竟然不知道自己在哪儿。 我大概回忆了一下方向,把行车路线和他讲了一下,威威还是没搞清楚。 其实,你甭说威威了,我自己都有点懵。 北京的冬天啊,又黑,又黑的又特别早。 六点钟,天彻底黑了,我当时慌了,我心里就开始自个儿跟自个儿播放连续剧。 看,以前看过什么那些少女被一群流氓糟蹋的呀,什么荒郊野岭,被弃尸的呀。 我当时我就想了,哎呀,你说为了整碉堡,他搁一下,把自己小命丢了真不值啊。 我当时蹲路边,正想怎么办呢? 我就看着我爸爸经常坐那辆红旗了,尽管我以前啊,多次抱怨,这车啊,这老长车长真丑。 可是,当时我看见那辆车和车打出来的灯光,哎呀,天呐,我跟你说林兰,我觉儿比奔驰都好看。 我一激动,从路边搜的一下就窜出来了,跟一耗子似的。 然后,我就被撞了,我就躺车轮子底下,时候我就看着玻璃穿厚五长城那张惊慌失措的脸了。 我听到这儿,一激动,在浴缸里差点蹦的起来,要不是想着自己女的光着身子站浴缸里,不怎么好看,我真就站起来了。 我说,你怎么没告诉你被车撞了的事啊,啊,你严重不严重啊? 我,我看你现在挺矫健的哈,在机场,见你没坐个轮椅来拥抱我,我看你啊,估计没咋,没咋撞着,撞得没咋地。 文静,嘿嘿的笑,他说,哎,你继续听我说,其实,我也没被车撞上,我是被车灯一照,吓得脚一软,顺势就咕噜车咕噜下去了。 五长城刹车刹的还挺及时,哼,要不,早见马克思了,哎,但是五长城挺紧张的,开了车门冲过来,一个劲问我,妹子妹子没事吧? 我当时就开哭,也不知道是吓得,因为见他高兴的,脚儿自己不会死在这儿了。 不过,五长城被我哭得挺慌的啊,一个劲的安慰我,问我是不是被人劫了。 我说,他还说,谁敢欺负我,他就把他嘴巴巴抽歪了。 回去后,我还请五长城吃了一顿饭。 一来,我这不想欠他什么,说到底,也是人刁宝的哥哥。 二来,说实话,我挺感激他的,要不是他,要不是他出来找我,就算我不出什么事,也得在那荒郊野里窝一宿啊。 之后,我逮着机会,我还想整他。 有一次啊,凌晨三点多,我给他打电话,说我在天安门门口等着看生活棋呢,然后电话挂,我就猫被窝子里面睡觉。 结果,过一个小时,他打电话来,问我怎么还没到。 我说,我睡觉呢,逗你玩呢,你要看自个儿看吧。 他也不动气,说,嗯,你在家就好,我看你没来以为你出事,没事就好。 我还经常约着去蹦迪,我反正啊,和一大帮姐妹玩,他就一个人坐小角落里,穿个西装,挺老实的,看着光路流离的一切。 哎,他是那种不进舞厅和低厅的人,有女的过去搭讪,他就一张脸通红,连忙摆手说,有朋友在,样子特滑稽。 哎,我记得,最过分的一次,就是,嗯,要他请我吃饭,他也挺高兴,答应了。 然后,我叫了一大帮姐妹去蹭饭,我选的地儿啊,哎,就是上次,上次咱们去的那家西餐厅,就是那个,进去一个人,不管吃饭不吃饭,都得交五十的那家,喝汤跟喝血似的。 哎,他去买单的时候,我听他悄悄对那服务员说,不要发票,便宜点成吗? 当时,我听了,心里挺触动的,我觉得自己过火了,其实,从那么长一段时间和他接触,我知道,他这人和姚珊珊根本不一样。 姚珊珊特自私,什么都为自己想,可是,武长城不是,特淳朴。 尽管没陆续那么清秀好看,可是,人家够爷们啊,特像那种挺拔的汉子。 所以,后来,我就没再整他了。 再说了,什么错误对人摇山山泛显的,不关他事啊。 不过,每次我去我爸单位的时候看见他,他大老表就会过来,照我面前黑黑笑,跟大衣服狼似的,问我最近好不好什么的。 我说,你到底听着没听着呢? 听着呢? 哎,那你和武长城怎么好上的呀? 我被唐一炮弹打垮了,呗。 文大小姐,你别逗我了,你是谁呀?什么山珍海卫没见过呀你? 你什么绫罗绸缎你没穿过呀你? 武长城一开车小饼高,能造出那么大大炮,把你给打了。 真稀奇。 我忽然间意识到,武长城已经是文静的男朋友了,我这样的措辞,好像不大好。 不过,还好文静没有和我计较,他说,哎,你听我说一下啊,有一回,我爸出差去天津,把武长城一块带去了,走了半个月,那半个月我才突然发现,自己一直以来都挺依赖武长城的。 我在那半个月里,想了很多关于武长城的事,想着,我打电话叫他帮我把电脑搬去修,叫他帮我订科剧院的票。 想起他陪我逛街的时候,永远都是为我提包,而且永远没怨言。 想起他帮我们寝室修水管子,弄一身特施,头发上西装上都是水。 我觉得,我在把他当一低等的工人使唤,可是,他什么都不说。 哎呀,我想了很多,想到后来,我又在想抽自己大嘴巴子了。 当他回来那天,我去他家找他,他看见我挺高兴的,他说,你等会儿,我给你收东西了,说完转身就进屋。 他说,过了一会儿,抱着一牛逼屎袋子出来,他说,我挺爱吃天津麻花的,也不知道你爱不爱吃,我就给你带了点。 我在天津逛了好多好地儿,找了家最好吃的,给你带回来了,拿去。 说完就把一口袋塞我怀里了,冲我还特憨厚的笑。 我当时就哭了,结果,我这一嗓子,把他哭得手足无措。 他说,文静,怎么了,别哭别哭,哎呀,都怪我,我不知道你不爱吃这个,我该给你买些好看好玩的东西,这种东西太便宜了,我还把它当礼物,扫我。 哎,我跟你说,我听了这话更受不了了,啪的肩膀上就哭。 其实,我自己好久没哭过了,打从陆续和你离开北京之后,我就一直过了一种无所谓的生活,对谁都不冷不热的。 不爱哭,也不爱贫,也不爱笑,可是那天我就想哭,我靠他肩膀上,我觉得特踏实,从来都没有过的踏实,连陆续都不曾给我过的踏实。 第二天,我去找他的时候,他站我面前,他说,他有句话要问我,哦,我就说,你问,他说,昨天我都抱过你了,那我算不算,算不算你男朋友啊? 当时,他那么大一块头站我面前,一张脸红得跟番茄似的,哼,看了都寒狠而死,跟小学生似的,你知道吗? 当时,我就觉得特幸福。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